大家好 欢迎收看5月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为了欢庆台湾长老教会阿美中会宣教90周年 花莲县阿范全人关怀协会2号在光复高职 举办了第一届阿美原住民运动会 县长徐真伟以及立法委员郑天才 县议员蔡一静 光复乡长林清水等人 都一同出席来和相亲同乐 也期盼借由运动会凝聚教会的向心力 交流部落族人的情感 为了欢庆台湾长老教会阿美中会宣教90周年 花莲县阿范全人关怀协会5月2号 在光复高级商工职业学校 举办第一届阿美塞泽伦原住民运动会 阿美中会用今天的这个时间 邀请属下的63间教会 1220位的弟兄姐妹一同庆祝 除了庆祝社教90周年之外 也借着这个活动 大家彼此在一起互相的 彼此的认识也彼此的勉励 屈正伟表示近年来花莲选手 在运动赛事上都有亮眼的成绩 去年在花莲举办的109年全民运 在牧球垂球以及太极拳等项目 拥夺金牌显现长者对于运动的热衷 以及持续为花莲荣耀努力的精神 也这次发扬花莲体育大县的美临 我们要谢谢所有的裁判 帮大家把菜城都安排 处理得很好 第三个 刚才本来有跟大家说 西瓜的产机到了 文在又成熟 我们卖柚子 西瓜来了 卖西瓜 所以订了120颗西瓜给大贺 大贺 去处理胜与这些好汤 竞赛项目包含拔河比赛 松林静走 社亲夫妇赛事 儿童赛跑 百公尺接力 富重接力 大队接力 拔河比赛 以及趣味竞赛 穿越时空 你能我能 百发百中等等 运动场上欢笑声不断 乡亲们挥洒汗水 彼此交流情感 度过充实的快乐假期 这就高松双光复乡采访报道